赵丽颖,我喜欢在家休息的时候就刷刷短视频,什么都不去想,这样就很滋养我,我不再想去消耗自己的健康了。 不拍戏的时候,赵丽颖喜欢拿着一杯咖啡坐在阳台刷刷手机,让自己的大脑空白下来,过着一种普通人的简单纯粹的生活,这就是赵丽颖目前的生活状态。 赵丽颖一直都是一个活得很清醒和懂得取舍的女生,在2018年她曾经因为身体的健康问题停工过一段时间,她认为不能再过度消耗自己的身体,在娱乐圈中要面对很多的诱惑,要学会去拒绝,让自己处于一个相对简单纯粹的空间。 后来选择了结婚生子,赵丽颖这一辈子都很清醒,唯一不清醒的应该就是嫁给了冯绍峰。 本以为这一对狼才女貌的家偶能够白头偕老,没想到他们的婚姻仅仅维持了三年,在孩子还不满三岁的时候就离婚了。 离婚两年,赵丽颖选择了定居在上海,可以在不拍戏的时候接送儿子上下学。 此前,河北洪灾,赵丽颖还亲自带儿子回去去看望父郎相亲。 如今四岁的儿子也会说一些简单的上海话,和妈妈赵丽颖的关系非常亲密。 她从来不把自己当虎骂,而是鼓励儿子做自己想做的事情,给足儿子安全感和自由。 家庭和事业,赵丽颖一直都兼顾得很好。 有了孩子之后,赵丽颖整个人的心态发生了很大的改变。 从前,那个固执倔强的她早就消失不见了,取而代之的是温柔、耐心。 赵丽颖也在节目中首次提及了钱婆婆,她对钱婆婆的称呼有一点疏离,称呼她为人家。 从赵丽颖的自理行间或多或少可以解读出,她的固执和倔强的性格难免在婆婆面前并不吃香。 此前的婆媳的关系并不尽如人意。 伴随着儿子渐渐长大,赵丽颖也学会了在婆家人面前改变了自己的心态。 人到中年一定要懂得包容。 如今赵丽颖和钱婆婆的关系还算不错。 即便是和冯绍峰离婚,她们依然共同抚养儿子。 只要赵丽颖在家,她都是亲自去接送儿子的。 这就是赵丽颖的大智慧。 毕竟钱婆婆是儿子的奶奶,血缘关系是断不了的。 和钱婆婆处好关系,与儿子与己都是好事。 即便现在心情有低落的时期,赵丽颖也选择了独处,自我去消化不好的情绪。 这个年头大家都很忙,尽量不要让自己的坏情绪影响到别人。 这也是成熟女人该有的生活方式。 36岁的赵丽颖面对低谷,选择了独处和自我消化。 大家都挺忙的,尽量不让自己的情绪影响到别人。 赵丽颖用开阔的心态面对这一切。 和冯绍峰生子离婚以后,赵丽颖的气质更加地优雅、淡定和强大了。 更多的是清醒,婚姻从来不是她的避风港。 因为赵丽颖的世界从来没有靠山,更没有想过要依靠另一半。 她的靠山一直都是自己。 赵丽颖曾经在演讲中说过,不喜欢电视剧当中的女主都是小情小爱, 更希望女主有自己的追求和信仰。 女人的世界也不应该只有为男人勾心斗角这样的琐事。 嫁给冯绍峰生下儿子之后,赵丽颖也面对了很多的流言肥育。 她从来不关闭评论区,也尊重大家的想法和声音。 从不担心外界的评价,她依然活在自己的世界中,不被影响。 想起了鼓励娜扎关闭评论区,这就是最好的对比了。 她的内心真的是非常的强大,强大到不需要去仰仗的男人。 因为赵丽颖知道,结婚永远不是她的避风港, 另一半更不是她的靠山,她的靠山从来都只有自己一个人。 她一直都在努力奔跑着,她只关注自己的健康、儿子、情绪和事业, 其他的一切似乎都与她无关。 赵丽颖一直都有一个内心强大、坚强、勇敢的女人。 她没有物欲,她懂得爱自己,有自己的事业,有自己的孩子。 她永远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,朝着自己的方向努力奔赴, 做事情从不拖泥带水。 她的身上有一股云淡风轻的力量感。 赵丽颖离婚以后,我一个人独居在上海,喜欢现在惬意的生活。 赵丽颖现身模仿她节目,她穿着珍珠项链,身穿黑色裙子。 35岁的她气质越来越高雅,更淡定成熟了。 对于现在自己的生活,她娓娓道来,没有一点隐瞒。 儿子大多数时间都是由婆婆来戴, 只要她在上海不拍戏的时候,她都会去接送儿子上下学。 相比杨幂把女儿放在香港,赵丽颖还是很有智慧的。 离婚后,赵丽颖一直都和儿子在同一个城市, 也是为了能够就近陪伴儿子成长。 即使离婚,她也可以和冯绍峰一起去陪儿子去玩, 真正做到了共同抚养孩子。 对于儿子,赵丽颖并没有太多的望子成龙的心, 反而希望儿子能够做自己喜欢的事情, 因为她对自己已经足够苛刻了, 不希望儿子走自己的老路, 只要儿子健康快乐就可以了。 冯绍峰也赞成赵丽颖, 她同样也不希望去鸡娃, 因为他们有底气和能力。 张雪峰,现在的家长之所以内卷, 是因为你没的选择。 赵丽颖的儿子有更多的选择, 自然可以不用内卷, 她也没有必要当虎妈。 离婚后,赵丽颖的心态也发生了很大的转变, 过去的她喜欢在家宅着, 不喜欢逛街,生怕被人认出来。 35岁的她完全不同了, 她现在喜欢一个人散步, 或者骑自行车在街头, 还会一个人去吃烤串, 更喜欢待在自家楼下的咖啡馆里, 喝半天的咖啡, 看着窗外的人来人往, 惬意,舒适,自在。 这也是赵丽颖喜欢上海, 喜欢目前生活的原因。 曾经的赵丽颖也经历过不少的低谷期, 每一次低谷期, 她都会选择一个人默默地自我消化, 也会有得以忘形的时候, 她都会选择接受。 赵丽颖是一个内核非常稳定的女人, 她虽然文化学历不高, 可是言之有误, 概括表达力强, 接收和反馈的深度都有, 一点都不输科班出身的演员。 什么是内核稳定, 就是不会轻易受人影响而自我怀疑, 更不会因别人的否定而改变自己, 拥有自信的源泉、 内核和意志力。 赵丽颖清楚自己, 知道要什么, 不要什么。 她出道来就有三部戏入围了上海白玉兰奖, 三次提名就代表了她每个年龄段最好的状态。 更是三个转折, 她从三个角色找到令人生阅历答案。 她一直都很清楚自己想要, 她想要老二却又永远不放弃成长, 一直都要做那个最好的自己。 这样的内核和陈晓是一致的, 从三个方面可以看出来, 第一, 她们同样都是有精神内核的人, 她们都对自己的演员工作很清醒。 陈晓就是专注拍戏, 希望能够拍出好剧, 不喜欢去街拍广告和过度地营销自己。 陈晓和赵丽颖都有共同点, 就是雇家和宅。 陈晓可以在老家待三个月不出门, 也会尽量安排暑假的时间空余出来陪伴孩子。 赵丽颖也喜欢在空余时间等儿子放学, 自我消化情绪的能力, 她们都会选择默默消化不好的情绪。 赵丽颖选择一个人去消解, 陈晓自曝每一次都会不会把坏情绪带回家, 给妻子陈颜希和儿子。 她们的内核非常一致, 会选择, 会磨合, 会放弃, 会追求, 会解决, 而且做任何事情都会专注, 让自己更高效, 更纯粹。 赵丽颖和陈晓永远都不拘泥于一种类型的表演形式, 而是不断挑战不同的角色, 懂得沉淀和积累。 她们都把演员这份事业做到极致, 给观众最好的体验。 所以, 一定程度而上而言, 她们才是一类人。 千番过境, 她们其实才是灵魂最为契合的人。 只可惜, 她们之间早已经成为了过去, 将来难再有交集了。 错的时间遇到对的人, 只能是一种遗憾了。 好了,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,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, 欢迎点赞, 订阅, 转发。 感谢观看